每日一次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我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个数字 数乎的数 数字的国语注音是 失物数自生数 数自生数 数的本意是形容狗奔跑得很快的样子 以此引申为时间消逝的快速 或短暂忽然的意思 如莫浩然数夜诗山房诗有 夕阳渡西岭群或数以名 意思是说太阳已过了西边的领头 附近的一些山货也就是山傲忽然的已经昏暗下来 数字主要是用来表示时间的迅速飞逝 如在一般文章或书信中也常有人说 数欲扎月 意思是很快的就过了一个月 数而经年是说很快的就经过了一年 而数呼 数顺 也都是用来形容时间的急速短促 另外 数字也可以用来表示动作状态的快速 如左思蜀都腹中有 鹰犬树圣的句子 这就是形容列鹰列犬 奔竹急速的样子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 古人多以右边这个树和树字互相通用 右边的这个树字的国语注音 也是诗物树四生树 如楚词九歌中有 树而来兮忽而逝 楚词九思中有 云蒙蒙兮殿树朔 最后要提出来说明的是 数字在书写的时候下面从犬字 但是有人不注意就写成了火 甚至写成了大 那是不对的 应该要特别注意 其次数字一共是十一笔 但是一般人常常把右上四笔的扑 物作为三笔的支 这也是不对的 当然了 如果有人把树乎念成了条乎 那就更不对了 都请您在写和念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五十八六六七报 第一次